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望向快报》 今天录节目时间是2019年7月31号 这里有我纽西兰的宜德台仰 另外也有在纽西兰的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台湾许柳先生 大家好 加拿大加产生 大家好 大家好,各位 节目开始之前在刚听给个like 最好订阅买 另外也都可以分享给朋友 还有按一按YouTube上面的小钟 有新节目就会通知你了 这节我们又讲讲警察的事 葵冲天水为两宗暴力事件 我们要点评一下 昨晚为什么葵冲会包围呢? 因为今天那四十几个之前在上环被人的 今天提堂 之前那晚那些人就包围葵冲警察 要求什么放人,释放意识 那些 我们本身都有录了一个电评的 即是现场直击电评的 但技术上有些问题 然后暂时都没有放出来 那时候都没有演到很烈烈烈 直接有警察都出来跟他们打过 有一个位置 葵冲那里我也想讲一下 他们警察也有出车 出了来 出了来近铸地铁站那边的巴士中站 有一段就给那帮暴徒 有一个白衣的 光头白衣 他又没有带头盔 或者带了脚的装备 后来那帮人都挺厉害的 不断扔东西 他拿起一支类似雷明灯的枪 然后就向着群众指 然后不断的退后 不断的退后 哇 刚才上一节加刷生都说 那帮人的文宣组真的很厉害 然后就铺天盖地 因为其实我昨晚看这个Live的 看到那帮暴徒那么疯的时候 我看下 哇 看下Facebook有什么事发生 看到铺天盖地 已经立刻拿着这个警掌 拿着枪指着平民 指着这帮暴徒的照片 是这么疯狂的 哇 杀得盛起啦 今晚要大开实戒啦 哇 平民 说平民啊 准备开枪啦 哇 说到这个邪魔 但是你又不影响镜头的另一面 如果我是一个警察 或是怎样都好 哇 面对着一帮这么疯狂的人 那扔东西 我扔了7-11 我扔了7-11 真的死了 我真的很怕这些造谣啊 是偏颇 不是造谣啊 是偏颇 我看到 在这样的情况 就算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 他是那个警察 一定会拔出 实在太危急了 我看到这个画面实在 拔出可能被人扔死了 这些情况是近似旺角暴动的 我看到 如果旁边有一个大的垃圾桶 他们肯定肯定 你打烂了别人的车的玻璃 你们已经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样 他们对自己的施行的暴力是升了级的 就是他们的心的心 对于伤害人的暴力是升了级的 他们是无意识一看到就扔东西 扔过去那些人 以为很过瘾 他们没有想过后果 你很明显就是 其实有很多人 就是他们那边的人 就不断射那些雷射灯 射向警察 你会看到 警察有很多情况 都是中这个 雷射灯射到那些眼 那其实 完全没有想过后果的 他们这班人 因为如果射到雷射灯那一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玩游戏 其实有时候 这些位置很容易走火 就是突然你看到眼前一花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吹下去了 还有昨天 就是我看到影片 他们就拿了一张照片 就说警察不应该 拿着散弹枪 对着示威者 但问题就是 他们都是三个警察 你们有百多人 百多人 每个都乱扔东西 向他们 就是狂扔 还没有停 有些友仔 要不要偷一些超级市场的手推车 幼仔推过去 车 隔离 隔离 其实呢 我看到就是非常愤怒的 为什么呢 警察如果不举起枪 你们用了都可以 其实可能 因为你们未必会停的 还有他们没有盾 什么叉都没有 只有烂鬼枪 说真的 其实警察举起的散弹枪 就是叫你不要走那么近 其实我觉得警察这样举起的枪是没问题的 你们这样狂扔东西 如果是给我有些枪 我都会举起的 你可以这么说 你说警察应该专业 不应该举起枪 但问题是 警察当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 他都会举起枪射的 有一个例子就是 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指责过的 那时候旺角暴动 鱼弹暴动 有一个警察就没有根据那个警例 就对天开枪 其实呢 就是那时候我们批评他 他没有跟警例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 我是很后悔的 这样批评他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他 握起枪 他向天开枪 其实他其实是心都放了 因为旁边有百多人在那儿 不断扔东西 向他扔砖 还有 搏的士 还有一个人 颠到想着烧一架石油器的士 那烧石油器的士 会爆炸 会死亡 那他不向天开枪事件可以做什么 如果你在他那个情况下 其实那时候 你说 sorry 没事 你讲的是那个旺角 其实再 回回一点点时间 其实他们有同事 被人拿卡板打到飞起 就是梁天琪那段 他会想起那段时间 如果是这样 他可能是同一命运的 可能会死的 绝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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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觉得自己生命有威胁 其实没办法 你觉得自己生命有威胁 你一定会举枪 甚至是名枪事件 其实这次 沙田那次 有个暴徒被警察拿住的时候 他有个自然反应 他都会 手被人拿住了 他会用口咬 他觉得自己受到威胁 他都不其意会做这些智慧的反应 如果警察有枪的话 如果他受到危险的话 如果他受到危险的话 其实他那个条例来说 他是容许他开枪的 当然了 可能要打 意思是要先打手脚 那些 不可以相要害为主 那些 这些就是后话 无论你那些情况紧急起来 再加上你有那么多雷射枪 你就算真的有意识去瞄准 打了头 都是很可原 你这些人那么疯 是啊 那时候我看回那条片 那个举枪的警长 是被人打了在底下 是跌了在底下 好像在沙田被人踢在底下 那个人一样 你怎么有枪冲上去 踢他 打他 他如果不敢做 他会死的 是你们这些人 杀红了眼令 逼到人家要这样做 但是你们用你们 好像刚才我们说 他们用文宣 他们认为 我们做什么文宣组 都会帮我们 那些黄色传媒 包括港台 他们都可以很偏颇地 支持我们 把黑楼成白 这个才是真相 还有那些人立刻 这个警察 不知道督察是哪位 这位白衣服的光头警员 拍到很神用很神气 拿着枪走来走去 但是其实之前他们授杂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在巴士站授杂 其实我都看 很狼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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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大事破坏 那个葵通警署 那个叫做 外面的墙巾 那些 其实这件事挺恐怖的 就是他们觉得 你要是放人 那些 他们不惜破坏警署 就是骂和警方开打 那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其实有一段 激战 都是在 那个叫做 葵通警署门外 那些 这样打的 其实有几个 他们穿了都算是 全装 但是那几个警察 我想可能 可能 退走了 是 就是训练到有少少不足 然后呢 他们三个左右 就不停被那些暴徒 突然间就陰陰陆陆陆 走来 打拼你一下 突然间就击你一下 他们后来都能回到警署 你看到那些暴徒 已经去到一个 集警 已经不怕的 就是觉得集警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最恐怖的 是 他们 如果 如果 如果以正常看法 你们是不是想去劫狱 是可以推论到你们那些人是想劫狱的 是可以推论到你们那些人是想劫狱的 你们想劫狱其实是可以很严重的对付你们 但是都留了手 什么没有暴徒只有暴政 如果是暴政 立刻一对人来 白了你 暴政 这些东西基本上全部都是 你用香港特有的商业的文宣 口控式商业式文宣去洗市民脑 然后就将自己 木模将你违法的行为 扭造这个正义 对的,他们是违法达宜 就是要违法 才有意义 才突兴他们的意义 所有文宣的东西全部都是乱说的 没有内容 只是很容易喊 容易入脑 根本不是现实来的 其实看回他们那个叫做暴徒口号进化时 就是由反送中 跟着就逆权运动 跟着就变了那些 有暴徒只有暴政 是的,林郑下台其实这些比较简单 这些干什么呢?炒冷饭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这些都这么旧,都拿出来用的 勾勾地的 不过没关系啦 招不怕狗,最紧要受 招不怕狗,暴徒最紧要受 暴徒要受就行了 其实这些暴徒很蠢的 因为其实就是这么说 他们为什么会常常用口号式的宣传呢? 就是其实他们要搞革命 就一定要找蠢人的 就是好像这个 反之复命 就是好像这个《鹿顶记》的电影里面 这个刘重仁和周星馳说 小宝你是聪明人 我就用一个聪明人的方式跟你说话 大部分都是蠢人 就是支持我们反清的人都是蠢人 为什么?因为聪明的人都走了去和清廷做官 就不会参加这些这样的革命 我们就要利用大部分的蠢人 当我们利用大部分的蠢人的时候 我们只可以用口号式的宣传去洗他们的脑 就是好像阿里陀佛那样 其实四个字是没有意思的 反清复明就是阿里陀佛 或者这些什么时代革命什么什么 跟阿里陀佛有什么分别? 没有分别的 他说着说着就洗了脑 反送中其实是一样的 反送中其实可能比阿里陀佛更夸张 因为这次反送中是谷了很多人出来 几十万人就算你没有说没有二百万人 我当他没有二百万人 就是蓝丝那边强调没有二百万人 但他们都谷了几十万人出来 其实有几十万人这么笨 已经很可怕了这个社会 就是其实证明了香港的社会 有很大的潜在问题 其实不是潜在 其实本身已经有问题 吐了很久了 吐了很久了而没有处理 他其实现在是借商成毒 你这样搞那个逃犯条例修订 其实逃犯条例修订 本身的条例是没问题的 政府又吐漏漏漏 又不去做好一些宣传 就是我们骂过很多次了 其实都 就是本身条例都是香港法院把关的 接着现在结果就是 全香港的人都不信香港法院 不是全香港 他们那帮几十万人 甚至可能up to 200万人 就是梁家杰还说有三百万人次 这个三百万人次都不信他们 就是那个香港的法院 那其实又没得搞呢 其实没得搞的 香港这种社会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求甚解 所以我们就说 为什么我们要壮大中间力量 多点分享我们的节目给其他人 原因就是 你起码都要将另外一种思考方法 去注入他们的脑里面 起码就不要做石油碟 你不要说他要明白 我们讲的东西不需要 其实最重要就是说 这个社会上面还有另外一种声音 还有另外一种中庸的声音 还有另外一种中庸的态度 你是不需要去做这些 那么无坏那么低能的行为去反政府的 你是可以过得很好的人生 应该说你除了 就是以昨天葵冲那件事来看 你除了要看到那个警长 那个警察光头白衫 拿着枪指着那些市民 指着那些暴徒的时候 你都要看一看镜头以外 前五分钟后五分钟的时间 究竟发生着什么事先 你不可以就这样看着那个警察的枪 哦 哇 还不是警察满用暴力 可能那些时代革命光复香港 那些叫两句 说明天出来 那些风雨中抱着自由 不是这样的嘛 那你其实很多人 哇 马上有些人已经说 哇 警察满用暴力 那其实那些是一些很普通的 带着个BB的妈妈在家里 都这样骂发 哇 我很愤怒的那些 哇 发生什么事在香港 这些真的不怪不得那么多人出来游行 加沙山是不是想说天水围那件事 加沙山激赚的那件事 是啊 激赚的那件事 天水围那件事 我们先说一下 首先就是那天晚上有个人 有个人去 就是说说一些 弄了个连龙墙在那 结果就被人打咯 其实是很厉害人争的 连龙墙已经是很厉害人争的 是 绝对 就是毫无效用的 不过是文宣的 又是政治文宣的 被人打 结果就踏了两个小孩回来 一踏了两个小孩回来 那些又马上违了天水围警署 有个白色警长走了出来 他在那守着 他忍不住举宗旨 于是那些人就说起他底 他说他坏了 但是大家根本是没有看到 警署外面发生什么事 有成几百人不停地 X他老母 不停地在那里 你一个人 收养少些都扯火 老实说 我为什么要给你什么 我要做我的事 有人打人 我要做我的事 我把人拿进去 是要绿口弓的 是要叫程序的 但是他们不是 他们那些人纯粹是发泄 我看到有些镜头拍着 有些人是笑的 嘿嘿嘿嘿 那种心态 等于十几年前 长毛在中环大叫 吵呀曾荫权老母一模一样 他觉得这些语言暴力不是什么 现在 你以前长毛这样叫 是对着最高权贵者叫 可以明白 但是现在他是对于一般的 低层中层警察 他们都是这样叫 他们毫无尊重人的心 他们是会认为 只要我的政见是符合我的 我就是政治 我们一向都是这样骂这些人 政见是高于人伦 以及道德 基本上 这个是社会败坏的才少 所以香港是必败无疑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说完了 那个东西举终止 于是那些人不停地骂他 好了 到这一刻 其实我看到那个镜头 那个白色警长是站在那儿等 一直在那儿等 是等什么 就是等那个家长带来的律师来 他真的忍不住 白色警长 白色警长不是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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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警长是欠委级 最少都督察的 我又看不到他 他肩膀有几粒花的 应该是警司来的 是啊是啊 我看见他那时候 他举完中指之后 在那儿忍 忍得很厉害 老实说 其实他不举是不行的 说真的 他不举是不行的 因为人家少他 他就少了人 但是他不能说出口 他唯有举两个中指 其实举两个中指 就不代表什么 就是说真的 就在我的角度来说 其实根本就 已经很文明了 没中指已经很文明了 他们是小人就可以了 他们是小人就可以了 你们这帮小子 像人多去小人就可以了 人家少了你不行 然后还要放大 哦 你说粗口 那你们几百人 夜妈妈 人家不用睡觉 吵着旁边 屋远的人 一路说小人老母 很过瘾 周围的人要睡觉的 吵架 你这帮小子 響现了某些 某些网台的人所说 是不是应该 其实他们想私了 不应该带那些人去经过 可能啊 可能啊 其实现在社会风气非常混乱 台阳游在不断叮我们 叫我们收声 这一节时间又差不多了 等我回来再继续说 再回来再继续说